509之前 希望联盟曾经在竞选宣言里头提到 为了杜绝滥权以及削弱首相的权利 入主不成之后呢 他们就会制定严格法令 来确保国家所有的重要职位 包括总检察长 全国总警长 反贪会主席 选委会主席等等 都会经过国会临选委员会来审核 再由国家元首委任 那虽然有人质疑 怎么刚刚新任的选委会主席 他没有经过国会临选就就任了呢 但是首相马哈迪今天就宣布 未来的法官人选一定会经过国会这一关 为了兑现司法改革的承诺 首相马哈迪今早出席首相署长阅集会时表示 政府决定摒弃救治 从即日起将由国会临选出法官 国会临选委员会和国会议员将决定 法官候选人是否合适 此外 马哈迪也强调 现有部分法律被视为打压人民 可是法律的精神必须是公平对待所有人 如果该法律真的不适合 他们可以备除或修正 马哈迪也补充说 政府在实行改革期间 所有人包括统治者都必须遵守法律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